沐阳姐姐 你弟弟又欺负人了 沐阳 阿胜 道歉 我真是小看你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我阿姐笑得这么开心 这么轻松了 你说 你到底是怎么蛊惑我阿姐的 你没事吧 你姐难得开心轻松一回 你不是应该也感到高兴吗 你一个外人 她凭什么被你逗笑了 凭什么跟你好 凭什么跟你手足相成 你知道我想逗阿姐开心有多难吗 你 你笑什么呀 你说半天 原来你是吃醋了 可笑 你是这么角色 也别让我吃醋 你这朵朵就是吃醋了呀 你姐姐跟我聊得有来有回 你却没什么话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人家沐阳姐姐只是想找个小姐妹 聊些闺蜜之间的话题 跟你们来人当然没什么好说的喽 你是说 我与阿姐一同长大 一同相知相伴数十年 都比不上你一个认识才几天的外人 傅公子 我们翻不着动刀动枪的吧 我警告你哦 你可别乱来 要不然 要不然怎样 要不然 沐阳姐姐 你弟弟又欺负人了 姐姐 你弟弟又欺负我了 你 沐阳姐姐 沐阳姐姐 妹妹 我 怎么了 沐阳姐姐 你弟弟说 我接近你一定是没爱好心 姐弟你就是因为小存心加感于你 我好冤枉 林小姐一介弱女子 阿生 你别太过分了 阿生 道歉 阿姐 我完全 要你向林玉妹妹道歉 听到没有 对不起 他没听见 大点声 对不起 这事是我错了 我给你道歉 你别哭了 你看 他都向你道歉了 不哭了 好吧好吧 那我就原谅他不哭了 林玉 你给我等着 妈 真不哭了 我不哭了 妈 请 咱 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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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咱 咱 妈 咱 妈 妈 妈 夏天吹风纳凉 晚上喝茶赏月 那叫一个风呀 莫公子 还没拨好啊 儿生 是你自己说的 有冤枉人 要给林玉妹妹赔罪的 林小姐 请用 被你杀了这么多回 我可得好好偷回来 我还想吃葡萄 是脸真 阿姐 吃葡萄也要人包皮啊 林小姐 是不是手段了呀 要不要我帮你揭揭骨啊 阿生 你别吓唬人家 阿姐 就这么管着她 分明就是在消强我 林玉妹妹能有什么坏心思 只不过包个葡萄 又不费事 是 何苦这么小气 哎呀 好酸哪 妙啊 背靠大叔好陈良 我应该早点抱上女主大腿 参一参主角观环 拿捏木深小意思 林小姐 喝茶 喝茶 你怎么了 是肩颈不舒服吗 哦 好像不小心扭着了 我之前 勃梗不舒服的时候 是阿生帮我揉捏的 他的手法极好 你要不试试 不用了不用了 我拿来老板幕后大架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都帮你包了龙眼和葡萄了 手捏一下肩膀 啊 不再 啊 啊 啊 我我我我不痛了 我还不痛 我已经好了 我已经好了 我还没上手法呢 他死我才死了 走开 救命啊救命啊 救命啊救命啊 不要你去救我 你给我站那 我不在了 我不在了 啊 救命啊救命啊 救命啊我帮你拨过子 这行不行 啊 啊 你干什么 啊 你干什么啊 那是什么玩意儿 踏青小怪 陈瑶而已 陈瑶 陈瑶是最低等的小瑶 几乎没有法力 像灰尘般不起眼 故此得名 这是书里的设定吗 都怪我当时匆匆忙忙跳了不少章节 设定都没看仔细 那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药吗 嗯 万物皆有灵 无论是寿畜草木 甚至物件 如果有缘分都有可能变成药 有 有 无处不在 与我们共存 这么多药 我们捉药是捉得过来吗 只有法力高强的大药 才有能力伤害人 才有捉的必要 像这些尘药 就如蚊子一样普通 其他药一般都长什么样子啊 你是三岁小孩吗 这点儿常识都没有 我来到你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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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